OK 之后的资料还会有 那我这边再多增加一个 这个是作业我就没有出 但是我想是在这边就是顺便做介绍 叫做filter 这个filter它是在这边筛选条件 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新增的变相 它是有时候这个是用在说 如果说你现在所处理的这个资料集 有一些资料是不必做进一步的处理 特别是有时候如果这个资料是有一些极端集 什么是极端集 就是我在我们可以来这边看一看 这边有没有 有一个方式就是看 我们刚不是有去算这个z分数 这个稍后也会讲到z分数 通常我们把一个资料的原始分数 转换成z分数有一个好处是 我们可以直接从z分数的数值 辨认出什么是极端集 那有一种极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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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个筛选 它的那个范围呢 是我就只要用它就够是 它是那个 它是要在2之内 或以或者 这个这里要用那个 M的 M的 大于2 等一下 筛选条件无法用 它不是 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 它应该是要 无法用v 无法用v 哇难为函数 嗯 等一等 小于2 这里它目前还是有点瘦5个 我以为 因为这里我自己习惯的另外一套 头记也是ok的 小于2 小于1.5 1.6 不是不行 可能是无法 小于无法 无法 或者是这个 这个 无法使用v 无法使用v 或栏目 塞选 我再试一下 哦 哦 哦 所以是 嗯 嗯 好 嗯 哦 其 好 好 找一點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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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 嗯 可能無法篩選 稍等一下 等一下 這邊 稍等一下 這邊 這個篩選條件 有一點點麻煩 我要 我要再 我再試一下再跟你們說 有點麻煩 好 等一下 這個 這個 我現在這個設定的這個篩選條 設定的這個篩選條件 剛剛本來呢 我這個篩選條件 因為我是打算 用這個 Agreable means 就是這個Z分數 這一來 直接就是去篩選出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Z分數小於1的 我現在選 就是說這個Agreable means Z分數小於1的值 不過我一直 老是會忘記 新增加的這個計算 變相 或轉換變相 不能夠直接放到這個篩選條件 但是它是 你還是可以就是說 在這個 函數中 你搭配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 邏輯判斷式 好 我現在 你們現在看到 這是第一個 它這邊 出現一個打差對不對 好 然後因為 它的這一欄的 這邊的 這一個 數值的這個Z分數 它是大於1的 好 那我這邊 只要顯示出 小於 Z分數 這個Agreable means Z分數 小於1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邊 現在說顯示的 都是小於1 你看它灰色的 都是把那個 Z分數 小於1的 都給它消失掉 那這個如果說 你要再做進一步 你要用 你要用這個資料做進一步的 處理的話 它是灰 就是灰色的 都會被排除再往 都被排除再往 都被排除再往 你可以看那個 它這邊也在重新計算 OK 我們這個就給它算 因為這個稍微 這個有時候看雲端版的話 它會比較慢 你們自己可以現在 就用你們選的 你們去看 去試試看 這個 這個是 就是說 如果說你有時候 你要把你的資料中的 極端值排除掉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這個是剛剛的這個Z分數 那因為它主要是篩選條件 它一定要擺的是 這個資料裡面 它有的 就是說 並不是你自己現在 在新增出來的計算電像 或是轉換電像 它一定要用 用你現在的電像 去做篩選 就設定篩選條件 我可以 我可以試試看 然後它還可以設定不止一個 我來試一下 我現在注意到 它這邊這個 算出來會比較麻煩 它這邊那個 可能是雲端板的限制 它這樣子算會比較久一點 我先把它給關掉 喔 發現了Bug 操作OK 所以我發現它這個 可能 我可能給它 我幫它把那個Bug 給抓出來 剛剛只是篩選而已 它這樣也會 也會給我 就是說 它這邊也會給我 我只是說 讓你們知道一下 篩選 篩選 功能 篩選 電像的功能 我這就 藉此就介紹 就是 Filt 篩選 篩選 資料的 這個條件 這個篩選 特別是 篩選 比較適合在那個 本集版 或者是 用它的那個 訂閱 付費版 会比较好 这个之后我们会再有那个实际的会去有用到它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带大家认识计算跟转换 还有一些筛选 这三个是资料面板里面比较需要介绍的功能